产学年做得不好 首先我觉得我们高校自己要先检讨 自己检讨正是这边 就是大学怎么鼓励我们师生 把他的成果能够走向市场 建立相应的制度和认诚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让老师有记性 认诚的稳定性 连贯性 一致性 这是非常重要 再一个来当时要给他们提供 相应的服务和支撑 甚至培训 所以你要建立一个系统的 支持这些政策 制度 逻地的 支撑的服务的机构 提供专利到这个专利的转化 知识产权的分层 到后面的复化的系列的股权 逻地到它的支持 这是一系列的政策 如果这个政策哪个中间不连接的话 这个事情都做不好 大学的老师他的最主要任务 还是人才培养 还是研究 当然服务社会三个方面 我们想如想规定 教室在全职在钢级的 你不能到系列任职 老管你是不习 可以的 这些教授们还要在实验 要不断地去创造新的成果 这是你大学你最大的优胜责任 研究它有它独特的优势 因为澳门本身是一个中西交融 有四百多年和西方 特别是欧洲交流和中背景下 这样就造成了澳门大学 作为澳门的唯一公立大学 它最重要的基因 就是多元文化 国际化 第二个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建设了一个不计是美丽 大量的教育 而且结构合理的这样一个 教育一件设施第三个 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澳门大学是逐江西岸 实力最强的学校 也就给澳门大学 在引领西岸的科教发展 创造了独特的机会 当然我们也有相应的责任和使命 这些都是在国际化过程中 这个就需要国际活着 国际交流 人才 那么这个是澳门大学 相对于内地大学 我们有独特的 有时我们在国际活着交流方面 我们是全英文的收口 我们实质来自全世界 我们的活着伙伴来自全世界 对吧 澳门大学三个国家中间实验室 它第一个是紧扣国家 或者澳门所需的环境 它的优势 第二个就是国家布局的 确实我们能发挥 我们独特的作用 逐江西岸的高等教育和科创 有待发展 澳门大学 属于逐江西岸 是逐江西岸实力最强的学校 我们要引领 引领我们就要有实力去引领 日本人带到澳大 走访了江门 珠海和佛山 不仅是走访了这乡地的学校 也拜访了当地的市委市政府 通过这样一个举措 我们希望广州 深圳 香港 澳门这个走廊 能够再回到广州 形成一个闭环 和西岸的活着 还有和东岸的对接 能够共同推进 整个大湾区的发展 不同国家教育理念 教育经验 不想借鉴是不想做的 可以说吧 我这个大半人生 都在推动这件事情 推动教育的活着与交流 因为我在英国18年 在英国的时候 我在立部大学做副校长 我们就推动了 在苏州建立的西郊立部大学 后来回到内地 我建立了浙江大学国际小区 共有的活着与交流 对我们培养下一代 非常重要 那么在粤港大湾区的 这个中华港港区理念面 明确提出 要在粤港大湾区建立 国际教育师范 澳门大学 要抢应这个号召 第一个加国情况 都是要有的 就是你要对你 你自己的国家 或者你自己的地区 你自己的民族 你必须要有感情 国际事业 这是对现代人的基本要求 澳门学生的国际事业 它也包括了 走出澳门的时候 到大湾区 除了大湾区 你还要走向其他城市 包括发达的上海 北京 杭州 还要到我们 对地还不太发达的地方 像我们同学去 零夏 去贵州 第三个呢 它要有全球的竞争力 但我们情况下 那就是你的多元文化 多语言 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对问题提出 这个新的方案 创新里面还有很大的风险 你能够承担这些风险 对吧 你要有多力思考 多力解决问题能力 第四个就是要有世界担当 现在在很多问题 很多矛盾 很多挑战 都是全球性的 地区自己的民族负责任 他真要负起责任 他必须要有世界担当的精神 每次都会有世界担当的精神 在的这些风险 这是我们会有世界担当的精神 家里面的廣場 怎会打过 对比会有世界担当的精神 有世界担当的精神 人完美 最后一本位 对比会有世界的 你都会有世界担当的精神